各位網友大家好 俄頸區區議會補選是6月21日 即是下個星期日舉行 我現在在這裡呼籲大家一定要去投票 如果你住在俄頸區的朋友 請你一定要記得去投票 支持一號的季思傑 代表社會民主連線參選 也是泛民主派唯一的候選人 這次選舉只抽一只 只有兩個候選人而已 社民連對民建聯 想都不用想 當然要支持社民連 社民連就是一號的季思傑 還有我們在這裡呼籲那些 不是住在俄頸區的朋友 如果你支持民主派的 或者你是社民連的擁躉的 你一定要檢查一下 究竟在俄頸區 有哪些朋友住在這裡 檢查到立刻打電話給他 問他登記了做選民未 如果未登記當然來不及 登記了那些 叫他一定6月21日一定要去投票 我們現在就不想講告急 但是因為我們在這裡是沒有什麼基礎的 就是說泛民主派的票 過去在區議會的選舉 或者在立法會的選舉 那些票都是贏民建聯的 如果這些票都過了給社民連 那我們就有勝選的機會 靠什麼呢 就靠大家出來投票 因為補選的投票率相對比較低的 只有三成 如果只有三成投票率 換言之6000個登記選民裡面 那就只有千百人投票 千百票 我們對手呢 他們有九百票是鐵票來的 那我們就輸的了 如果投票率有四成 我們一定贏 所以希望大家 一定要呼籲 住在俄頸區的朋友 投票支持 1號的季思潔 6月21號 禮拜天 記得去投票 是不是 還有要提醒他們 就是說 究竟有多少朋友住在這些地方 我們將那些地址 post上人網 和我們社民連的網頁 Facebook 全部都有 大家可以找得到的 你知道哪些朋友住在伊麗莎巴大廈 哪些朋友住在成功大廈 這些大樓的名字和地址 全部在網頁都有 我在這裡 毓民懇設呼籲大家 一定記得 6月21號 如果你是俄頸區的選民 你一定要去投票 如果你不是俄頸區的選民 希望你通知俄頸區 你的朋友 一定要去投票 很簡單 只有兩個候選人 1號和2號 1號就是貴思傑 貴思傑是代表社民連去參選 也可以說代表泛民主派去參選 這一場 是一場 就是 正義與邪惡之戰 亦都是建制派和民主派的生死鬥 希望大家支持我們社會民主連線 支持1號的貴思傑 多謝大家